自2008年,此期八升之会新雅助学金解决了超过3000户情恨学子家庭面临开学的困境 一份份的爱心要交到学生手里,必须经过至少半年时间的审核 同时动用超过500位志工投入 我们做完校房之后,一段时期我们会收完那个申请的表格 来输入那些资料,输入资料过后就是去做家房 这样子我们做完假房过后,我们就会评估是否符合我们的条件 经过时间的累积,加上与学校的互动 志工更深入发现孩子的问题 因此在2012年开始了幸福校园计划 解决了许多孩子小车费和餐费的难题 在2013年,志工更实行了奖励金和小册子计划 让孩子在课业上更有动力 我觉得那个小车费不错 从中我们学到如何使自己自律 然后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做了这个事情 每一天该做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跟着那小车费来走的话 每一天都完成自己的任务,会比较好 由于小册子得到很好的效应 让志工了解陪伴的重要 因此在2014年落实了慈善教育助养专案 不再只是一次性加访 而是每个月走入助养学生家庭 两年我们每年一次办的助学金 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再走进他的家庭 因为在学校他们受的是课本上的教育 回到家里就是家庭环境的一个教育 其实他们就好像我们的一个种子 我们是希望说它是非常幸福地成长的 而且它也是散播幸福力量的那颗种子 新亚助学金就是要让清寒学子能够安心就学 每一次形式的改变 志工都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 志工的每一份付出都是一份祝福 因为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在新闻马来西亚巴生总和报道